0403花蓮大地震造成的花蓮地区将近有2000多户的受灾户 社会各界是踊跃震灾 那么财团法人静光文化艺术基金会董事长韩林梅 并且创办人玄光通的教会发挥宇宙光大慈大悲不爱精神 发动了全国各县市的光子热烈响应震灾捐款 共计达到了新台币300万元 而在5月1号的下午来到了花蓮县政府来捐赠散款 并且也获得了花蓮县长许真卫的请自接待 静光文化艺术基金会出席5分之1 而在下午2点钟并且前往花蓮县政府捐赠仪式 包括财团法人静光文化艺术基金会创办人 玄光通夫人陈景段 董事长韩林梅 静光文化艺术基金会是玄光通在106年创办 与人道下道生活道教化人心宣扬宇宙观为目标 雄光通于111年先世原籍 由先让花蓮县议员韩林梅接任董事长 秉持在雄光通的遗愿 继续雄光通的教育宣扬宇宙观 林梅很早就跟我说 雄光通大师夫人 很希望能够到花蓮来给我们很多的鼓励还有价值 我也要谢谢大师以前几乎常常一年都会来到花蓮看我们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穿着橘红色的好像灵火虫的小天使 都会跟大家一起做运动 或者是做清洁环境或是关怀 我想这就是大师的一个一直以来希望我们的善心能够实践在生活当中 让我们从实践当中能够去看到自己的能量 正能量然后不断的外泄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磁场 不断不断向连移的扩张 那花蓮在这一次 其实大家也可以从这个无论是这个爆章媒体 我想全国都有灾情 但是以花蓮为重 为花蓮为首要非常重的地方 那我们现在的极乐式住宅 就到了24栋 一共有24栋 那我们有1800多户是住在极核式住宅的 如果以1800户 一户三口人之家 那就有5000多人在这里 但是我们真的很感谢老天爷的慈悲 这段学中会感谢大家的爱心 让他相当的感动 共同来关心花蓮的灾情 而这次全国活动全国学员热烈响应 韩丽梅董事长率领全国各县事办事处处长 并且敦勤师母 曾经乱等人代表全国捐款学院 亲自到跨离政府进行捐款 记得join黄色导 等一下 感谢大家